家里养的宠物如何对他们进行培训避免伤人 性格暴烈的宠物能够被调教的温顺天花吗 宠物培训的天花板究竟是什么样的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近期四川崇州两岁女童被小区里 没拴绳的大型犬撕咬一室登上了热搜 视频显示 这对母女刚刚走出单元门 一只黑色大狗面向两人靠拢过去 母亲带着女儿慢慢向后退 然而黑狗还是冲着小女孩扑了上去 并将小女孩扑倒在地 咬住小女孩的后背将小女孩往远处拖转 最后在女孩母亲和纹身赶来的 其他两名成人的驱赶下 才把女孩从大狗嘴里救出 两岁的孩子全身多处咬伤 右肾错裂伤 右侧肋骨骨折 虽然目前经过全力救治 生命体征已经平稳 但后期还面临各种身体和心理上的 治疗和恢复过程 目前警方已对该事件 立案侦查 并对黑色罗维纳犬主人依法刑事拘留 两岁女童被恶犬撕咬的视频 让人痛心 并引发了公众 关于不文明养狗话题的讨论 在各种不文明养狗的行为中 遛狗不牵绳和宠物随地大小便 最为普遍 在我国 遛狗不牵绳到底犯不犯法呢 有没有专门管理宠物的法律法规呢 这个是明显违法的 我国动物防疫法及地方性立法中 都有相关的规定 携带犬只出户的 应当按照规定 配戴犬牌 并采取细犬绳等措施 防止犬只伤人 疫病传播 我国国家层面有动物防疫法 但没有针对犬类等 宠物管理的相关法律 不过有些地方制定了 养犬管理条例等地方性的法规 那么 因为宠物犬没有拴绳 而引发咬人的悲剧 主人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动物饲养人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 造成他人损害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应当赔偿医疗费 物工费等费用 以及精神服务金 此外呢 如果违反禁养规定 不采取安全措施 放任权类进入公共区域 过失伤害他人制人重伤的 则可能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 威慨公共安全 或者过失制人重伤的犯罪 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最高可能判处 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其实这些年 国内有关宠物狗的法律法规 一直在不断完善 比如2021年 将饲养动物造成损害的责任 划分写进民法典 随后各地也都出台了养狗政策 如划定管理区 要求扮狗证 限制体型和品种等 然而 宠物狗伤人的事件 还是屡有发生 小狗出现哪些行为 我们就要警惕了呢 比如说一个狗如果想出现咬人的行为以后 它一般盯住这个人以后 会直视它 会盯视它 还有就是嘴巴会紧闭 全身会紧绷 包括有的狗的话会快速地把尾巴夹紧 有的狗会快速地把尾巴收起来 就抬起来 这些都是有人欺望我的领地的表现 当碰到狗发出攻击后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在网上大家众说分云 有人说拿棍子打石头砸 有人说一直盯着它看 还有人说直接爬到树上 到底能不能用这几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呢 训犬师给出了答案 千万不要用棍子去打 因为一旦狗再咬起来以后的话 你如果用棍子去打的话 很可能 或者用脚踢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激发它一个凶性 你看 你看它会咬得更凶的 看见了吗 那面对小狗 我们如何正确地保护自己呢 如果是一条特别小的小狗的话 它既然是咬你的 你也能打得过它 你就要盯它 通常这样的狗赶上的人气质以后 它这个狗就会退出 或者是我们再往后去退 慢慢慢慢退 但气主一定要退 如果说你快速移动的话 很可能会激发起狗的 它天生的捕猎欲望 它去攻击你 大型犬的话 如果说你感觉这条狗 或打不过它 首先人一定要保持冷静 如果说这狗正要去攻击你 你要先去找周围 有没有你能利用的工具 比如说这儿有根棍子 我要先慢慢的 要慢慢的先把它捡起来 我之前也听说过一种办法是 把这个的衣服脱下来 然后先去把这个的手给捂住了以后 它要在攻击你的时候 你把手给它 这会绝大部分把握了这个的全身 这会咬完以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它衣服再蒙住它的头 或者是这时候你把脖子 把它脖子给它锁住 锁这里 把它脖子锁住以后的话 拼起全力把它压在身体上 真的被咬了以后 还有种方法 就是把狗的后腿抬起来 它的四肢着力一点就没有了 它自个的话就会心慌 产生恐惧感 开始产生恐惧感以后一松手 它肯定要去攻击你其他地方 猛地把它甩出去 随着宠物日渐成为 城市居民生活中的重要一员 各种养宠带来的社会问题 也逐渐暴露 宠物犬扑人 护食 随地大小便等 为公共场所带来困扰的坏习惯 亟待纠正 因此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 会选择送自己的爱宠 去宠物学校培训 由专业的训犬师 来纠正他们的一些坏习惯 宠物培训是如何收费的 最关键的是效果如何呢 绷绷是一只边木 虽然平时看起来特别温顺 可是它也有突然变脸的时候 每当旁边的人拿起棍子时 嘣嘣突然变得呲牙咧嘴凶狠起来 它小时候不是在我这长大的 然后接回来发现 可能有些这种坏行为啊什么的 它之前就咬人 在家也是特别凶 然后吃饭的时候酷食 因为我家还有别的狗 就是它不光狗过去它会咬 就是人过去 它也就想攻击 就没办法吧 肯定是不行的 在家的话这样 就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还是像怕这些棍子这些东西了啥的 崩崩出现这样的攻击行为 可能跟它在小时候 曾经被关在笼子里打骂过有关系 所以出于自我保护 崩崩现在一看到棍子形状的物体时 就会出现攻击行为 如果走在小区里 可能周围的人只是一挥手 崩崩都有可能认为有危险 从而进入攻击模式 所以他的主人田先生为此特意花钱 送他来宠户学校培训一个月 改掉这些坏毛病 今天是崩崩毕业的日子 崩崩上学花了多少钱 效果究竟如何呢 那现在呢 他的这个行为有所改变呢 我感觉改变挺大的 起码像陌生人可以一块的 就是没有狗去主动调劲他 他也不会去攻击 那像这样的培训 大概的费用在多少 大概九千八 就一个月左右嘛 然后再加上一些 服从的训练什么的 让他更好适应这个人类社会 嗯 你觉得这钱值吗 我觉得挺值的 因为 你像他这些毛病挺大的 如果以后真出了问题什么的 那真不一定就花这些钱了 那么训选师是如何交汇崩崩的呢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不是 他的行为不是说 这个人一要挥手的时候 他就去攻击嘛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徐徐渐进 先从最小的刺激去出发 让他不断地突破他的临界点 那我就慢慢一直唱这样的手 你大不了我 我发现几次可以了 立马 奔了快来 找我领奖励来 然后再逐渐增加我这个度 就是让他逐渐去适应这个鞭子 适应这个棍子 然后徐徐渐进 找他的临界点 不断地把他的临界点提高 提高 再提高 让他们认为我拿棍子 甚至拿鞭子 甚至拿任何一个物体 我一抬手 我没有伤害 我没有伤害以后呢 这个时候 他反而还会得到好吃的角力 让他形成对这个棍子负面正常化 说白了 我还提起一个东西来 就是好的 甚至我们也有一个 叫做转移注意力 你看我在一直去 绷子绷子喊的时候 我这边同事去回 他喜欢我叫他绷子 那么他在转移 关注我的时候 我再去挥这个鞭子的时候的话 就转移了注意力 从而使得负面正常化 然后我再给你讲理 在宠物学校 记者还碰到了肖先生 他的爱犬 又有哪些需要改正的坏毛病呢 我的狗狗 他有一些暴冲啊 暴冲 对对对 看到僧人 或者看到僧人 或者看到狗狗 其他的狗 他有一些暴冲的那种 不太好的行为嘛 就是 所以送到这里 对对对 今天来接他 对对对 我们一起去看他的 好的好的 狗狗一出门就横冲直撞 是很让主人头疼的事情 特别是一些允许养的大型犬 拿他手里牵着绳子 主人也控制不住他 最终就出现狗带人跑的场景 这种行为叫暴冲 肖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狗就是有暴冲的坏习惯 这令他之前非常苦恼 他那些不好的习惯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 对 小哥他主要就是过来训练一个暴冲 他就会告诉他 他的地位在那里 他的阶级意识 都会告诉他 包括最主要这么大 这么猛的犬的话 我必须要让他做到一点 怕人 怕什么人 怕主人 因为只要有怕了主人以后 主人才能去管得了他 现在他基本上的话不暴冲了 而且现在非常的轻松 学习过后要复习巩固 宠物也不例外 在培训学校训练好的小狗 回到家里会不会变回原样呢 主人要如何帮助他强化记忆呢 主人回去要一般注意到 你看他这狗暴冲 在这种恋子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现在给家的时候的话 不太好给 所以尽量不要去带这种象圈了 可以带的是 屁绳是吧 屁绳 屁绳 然后接着接手 千万回家的话 不能在胸背 一旦胸背的话 这狗容易被刺激的 更加暴冲 而且的话 你在家的话 一定要让他去建立一个意识 就是你是老大 亲切的轻松多了 之前哪有绳子这样子的 根本没有这种现象的 都是这样子的 在培训学校 记者还见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宠物 有暴冲的 有咬吹风机的 可没想到的是 小狗低头走路 竟然也成了坏习惯之一 这个狗吧 年龄小 就是这是 可能是小狗的一些通病吧 它就不知道自己会有这种 它没有保护的这个感觉 所以它就想一直吃一直吃 因为我家里出过一次这种案例 就是因为 我以前养了一只腊肠犬 然后这个小腊肠 就是因为吃了这些带毒的东西 然后就去世了 这样子 我不希望它也有这个结果 在宠物学校当中 训犬师除了会帮助宠物 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以外 还会训练宠物一些基础的技能 甚至还推出了装死 握手等表演性科目 不仅宠物要上课 为了保证宠物回家以后 训练成果的巩固 宠物主人也可以选择前来上课 那什么样的狗狗适合送至宠物 培训学校呢 它一般是有三种情况 就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有一种叫工作犬 比如说它要倒忙 比如说甚至它有的有护卫 或者说这个基督等等的 这种工作犬 这是一类 再有一类呢 就是消费者 就是老百姓的这狗 有了异常行为 比如说它马路上随便捡吃的 比如说它在家里头 随地的大小便 或者扑人咬人 或者吠叫 就是异常行为纠正 这是一类 再有一类呢 就是这狗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狗呢 要学会狗和狗之间打交道 狗和人之间打交道 我们管它叫上学 动物通人性 经过主人或者专业机构 训练的宠物 养成良好习惯 更适合和主人生活在社区 说到训犬界的天花板 记者找到搜救犬训练的专业机构思绪 正规的工作犬 是怎么挑选和训练出来的呢 它们能掌握哪些本领 带着疑问 记者来到了中国救援 山东搜救犬机动专业支队 由国家消防救援局举办的 第七届全国消防搜救犬技术比武竞赛 正在这里举行 来自全国33支代表队的256头搜救犬 闪亮灯场 同台竞技 我这头犬比较聪明 然后个头比较大 但是这个狗还是非常灵活的 而且智商特别高 牛牛来自北京 学东西特别快 她特别能够读懂主人的意图 所以她还有个名字叫 博士后大牛 大牛参加过地铁隧道救援 搜了四个点 全部精准定位 谷歌来自福建三名消防救援支队 性格温顺 执行任务绝不含糊 五岁半的多多 是今年来参赛的唯一一头史边格拳 他对人体气味比较敏感 找到目标会马上示警 海王擅长相体搜救 性格安静黏人 对于训导员的口令 执行得非常准确 立 好 坐 好 叫 好 来 好 抗 好 像虫无犬 它可能家里面养 可能也给它一个 基本的一个服从 当然我们的服从也有 当然我们的服从 是最基础的一个科目 这三天 他们将参与服从科目 废墟搜救 野外搜救 和箱体搜救 四个科目的比试 这些项目可以考察搜救权 在野外 废墟等实战条件下的服从性 和搜索精准度 我们现在地人救援现场主要的搜救的方式只有三种 一种是仪器搜索 一种是人工搜索 还有一种是全搜索 我们全搜索现在来看是效率最高 也是效果最好的 这对先后参加了预速抗战旧灾 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救援等各类应急任务 完成了北京APEC峰会 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 上和组织倾劳峰会等 现场安保执行任务190余次 搜救预选群众400余人次 那么如此训练有素的搜救犬是怎样连成的 从指挥撒娇卖蒙的幼犬 进化成能够第一时间搜寻出被困着的神犬骑兵 他们都经历了哪些训练与考验呢 天刚刚亮 训导员成宇起床 开始给幼犬准备早饭 这是一窝刚满一个月的幼犬 品种是麻犬 全称马利努阿犬 麻犬其实是一个九富盛名的老品种 起源于比利时 在古代是牧羊工作犬 后来人们发现它的优点实在太多了 就把它收编了当作了井犬 我们幼犬上这个花花蹄 今天就是为了以一个坡度的形式 让它在蒙蒙冬冬中 去完成这个高空 然后从高度往下的一个状态 你看它现在就有一个抗拒 但是 等它下来之后 你看它的状态 你看它的状态如果很良好的话 你就可以 它就是可以慢慢把这个环境适应好 假如有出现了害怕呀 或者怕那不动了 就需要人就赶紧赶紧鼓励鼓励 然后缓一缓 缓一缓的再来进行训练 这些传还可以 遇到害怕的幼犬 成鱼也会亲自上阵 带着幼犬一起活动 消除幼犬害怕的心理 我也可以吧一会儿 幼犬活动结束 放回箱子里晒太阳 成鱼又要去接它另一波 四十五天左右的幼犬进行体能训练 这是天生的 这就是一个叫先取育 然后扯拉的情况下就是占有育 它在想这个扣子是它的 它们每只犬的脑子里都是这么小的 都在这拼命地伺 在这种对峙中 幼犬经常会倒口再咬 这样难免会咬到小腿的肉 在我们的要求下 成鱼掀开两条腿 上面一道道咬印触目惊心 为了不让家人看到咬痕 成鱼多年养成了再热都不穿短裤的习惯 这样经过一百二十天的训练 这群小家伙对训练成动力十足 占有欲极强 专注度高 体格健壮的搜救权 一个平衡一个高度 来来把这个训练有训练出来 路障的一个训练 就是高低不停的 我们拿轮胎来这个 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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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需要人家把它往里面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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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方式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说 也非常适用 也可以去参与到我们来训练 因为我们都是从一步一步的开始 把一个动作重复个千遍万遍 然后去形成这个样式 他们在家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他们在家没有必要去 使那些玩具啊 布啊 因为这会导致他可能 拆架的能力会变强 可能看见的东西就会咬 最好在家的话 最好是使用食物来进行训练 量一量 测一测 杨宇迪被大家称为是 中国消防搜救犬唯一的女教头 她告诉我们 其实宠物训练要掌握 循序渐进的原则 来 来 来 小东西 可以跟着我们去学 第二呢就是你要送到宠物学校去 给犬就让他有一 怎么说的有一个很好的行为吧 因为毕竟文明养犬嘛 咱们自己可以训练犬 比如说不要让他乱叫 我们就用飞的手势 飞的口量 然后呢 如果说简单的作物力 在家里你觉得它乱 或者是我们让它固定去排便 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 像这种小犬 抬一下 它就可以过话去做 你一抬手里有吃的 好 你一扶 好 做 好 狗就要强化 好 如果你看 这样就轻轻一压 好 狗一抬 食物往后一抬 它就做了 因为它这是本能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淮山药 产地在哪里 记得带你走访山药之乡 正宗淮山药故里 温县 蛙山药 铁山药 温县的山药有什么不同 淮山药中的真品 铁棍山药怎么辨别 秋冬进度更要养生 山药有哪些新鲜吃法 记者在原产地为您打探 今年山药价格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